咸水饺是广东非常有名的一道茶点 外酥里糯,茶楼啄啄必点 没吃过的千万不要错过咯 首先五花肉丁炒出油脂 再放虾米炒出香味 然后放香菇和新鲜虾仁 一勺料酒去腥 翻炒均匀后放半碗清水 放盐,白糖,胡椒粉,蚝油,老抽调味 继续炒匀后放一勺水淀粉勾芡 大火收浓汤汁就可以了 再倒入碗中放凉 加点韭菜和五香粉 咸水饺的馅料就做好了 准备75克橙面 用100克开水烫面搅匀放凉备用 250克糯米粉中放75克白糖 180克温水搅拌成絮状 刚才烫好的橙面放进去 加75克猪油 把猪油充分揉进面团里 揉成这种软硬适中的粉团 再搓成长条 分成35克左右的面团 做成面皮 放上馅料 包成大饺子的样子 三层油温下锅炸 小火慢炸出 蒸出泡后再开大火 炸至这样的金黄色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咸水饺 外皮脆糯 里面咸香 喜欢的收藏做起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